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即将来临的大阅兵必将备受瞩目 阅兵既是对国家武装力量检阅的仪式 也是展示这个国家和军队精神风貌最好的仪式 或许你不知道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有两次大阅兵 是阅兵场上的部队在授阅完毕后直接奔赴战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 随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出兵朝鲜 同年8月美军战机悍然飞跃中朝边境 炸死炸伤中国居民多人 炸坏多处交通设施 对新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 新中国举行了第二次国庆大阅兵 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部队和民兵代表大约2.4万人接受了检阅 数月人数之多堪称新中国阅兵史之岁 国庆阅兵后的第19天 中国人民志愿军就跨过鸭绿江 复朝参战 在交战双方武器装备极不对称 自然条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 经过三年浴血奋战的志愿军 最终击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军 并迫使美军在百分店的谈判桌上 签下了朝鲜停战协定 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建国35周年的盛大阅兵仪式 残眼官兵共分成18个步兵方阵 24个装备方阵 4个空中梯队 一位参加84年阅兵的老兵说 有那么骨子狠劲和傲气 没眼间流露出来的那就是隐隐杀气自然而凌厉 在当时授阅的视频当中 绝大多数都经过数次战争的激励 其中最近的一次就是 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1979年2月 面对越南的不断挑衅 中国果断对其发动自卫反击作战 在不到30天的时间取得胜利 但吃了鱉的越南并不甘心失败 趁解放军撤军时 在我国云南一带的老山和褶营山等地区 修建了兼顾的军事基地 企图和解放军长期对峙下去 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84年大越兵后 原先参加过79年对越反击战的解放军战时 再次开赴中越边境 不过云南一带的老山褶营山地形环境极其复杂 导致我军无法集结大量兵力 一举消灭驻守山头的越军 因此解放军决定以小规模的迎联级作战单位 对越军发动定点拔除战斗 这其中则当属蓝剑壁行动最为经典 执行蓝剑壁行动的是 蓝州军区1390-416团特攻五连 这支部队曾在抗美援朝期间 打得美英等王牌部队狼狈不堪 可谓是功勋卓助 在蓝剑壁行动中 我军必敌200余人 摧毁越军建筑攻势100多个 我军虽取得胜利 但狡猾的越军也给我军造成不想伤亡 烈士顾金海最后的话感动了10亿中国人 而这样感人的场景在战场上比比皆是 此次战斗的全过程被随军记者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 这种情况在我军律史上尚属首次 我们缩辩全网找到了这段极其珍贵的视频 鉴于战斗场面太过惨烈 就放到了微信公众号上 搜索关注高预军事回复反击 但你亲眼看看真实的战争究竟有多残酷 太多鲜明解析世界军情要闻 奇葩搞笑笑谈各路战地奇遇 欢迎观众的微信公众号 高预军事 深度有趣的军事内容只为您呈现